对女孩跳车事件致歉 或拉拉发布整改措施 将上线强制全程录音功能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对女孩跳车事件致歉 或拉拉发布整改措施 将上线强制全程录音功能或拉拉 2月24日发布关于用户跳车事件的致歉和处理公告 称或拉拉由创始人兼CEO周胜负带队成立安全整改小组 倒查订单流程 立即推进整改工作 在此次整改中 或拉拉在跟车订单场景中上线强制全程录音功能 确保遇到意外时能够及时掌握车内情况 并便与警方取证 同时试运行车内车外或向全程监控 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安全提醒 并试运行情况扩大覆盖范围 或拉拉表示 将强化已有的安全功能 包括行程分享 紧急联系人跟车人安全提示 一键报警号码保护等功能 扩大安全车载设备部署 试运行车内车外或向全程监控 对司机驾驶行为进行安全提醒 并试运行情况扩大覆盖范围 针对预期未完成订单上线预警系统 发出预警后 由安全部门及时核查和跟进处理 以消除安全隐患 延伸阅读女孩坐货拉拉跳车身亡 司机被刑拘 车上为何没装安全导航 2月6日 湖南长沙23岁女生车某某 从货拉拉面包车副驾驶座位跳窗身亡 事件持续引发关注 目前 当地警方已成立专案组 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涉事司机周某春 应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 一个如花的生命陨落了 受害者家庭陷入无限悲痛之中 公众也无法理解 在这十几分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能让一个在平时和搬家前 还一切正常的女孩子选择跳车 随着警方的介入 相信车辆当晚为何会一再偏航 女孩跳车时司机为何都没有踩刹车等谜团 会逐一解开 案件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公布调查结果尚需时日 但这起惨痛的案件 再一次暴露包括霍拉拉在内的网约 货车运营模式中的问题 据报道 霍拉拉司机注册和运营非常粗放 只需交一千块钱押金 接受半个小时的培训 就可以用霍拉拉的名义开展服务了 前期没有严格的审核把关 后期也没有实质性的监督管理 既然只是把公司视为一个中介 不过是为司机提供一个平台 搬家车辆上自然也不会安装英视频摄录设备 以确保服务的规范合法 一句话 无论是平台方还是加盟的搬家司机 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唯独没有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特别是生命财产安全 管理上不负责任 技术上没有保障 不敢说这是导致涉事车辆 一再偏航的直接原因 却肯定是重要原因 2018年郑州空姐打车遇害案中 滴滴司机也是在偏航原定路线后 将车开到荒地里 把空姐残忍杀害 正是因为短期内多的发生暴力行凶案件后 滴滴才在公众的谴责声中组建了安全委员会 在所有滴滴出租车上开通一键报警功能 并启用英视频摄录系统 滴滴能不断发展并且持续拓展业务边界 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各项安全投入和建设 安全是守护生命的底线 但是否安全不能拿生命来检验 更不能在鲜活的生命逝去后才加强监管 事件发生后 霍拉拉一方声明将全力配合警方工作 并承担相应责任 可生命不能重来 再好的表现态度承担再大的责任 恐怕都不足以弥补 与其事后单责 不如事前把监管的责任夯实了 把一个个的安全隐患排除了 虽然法律法规对于普通货运车辆 目前还没有车内监控的强制安装标准 但作为企业不妨先行一步 无论如何 每一辆霍拉拉都不能偏离安全路线 记者贾亮原标题 霍拉拉发布整改措施 将上线强制全程录音功能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马静流程编辑 U16版权声明 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改编